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 6月18日中国女排迎来在中国香港站的最后一场 与老对手欧洲竞女意大利女排交锋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最终输掉 与对手熬战五局 决胜局有些更不是节奏 意大利队笑到最后 到底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结合比赛相关数据分析 意大利女排的车轮战战术奏效 中国女排在体能方面有些跟不上 战术固化被对手针对性篮防限制 以及自身篮王表现不佳 中国女排系上一场0比3输给波兰之后 又在与意大利的较量中2比3告负 蔡斌指导率队遭遇两年败 这两场比赛王云露的发挥都不尽如人意 尤其是对阵未免冠军意大利 王云露在进攻端打出了负效率 没能给球队提供太多帮助 李盈盈的对角位置 如今成为了中国女排的最大短板 蔡斌指导不应该让王云露继续首发 在这个位置上 蔡斌指导还有杜清清和仲慧可以选择 此外凋零宇的表现也不太理想 与勾手之间经常出现失配 第一周的四场比赛 中国女排取得了全胜战绩 蔡斌指导率队先后击败了巴西 德国荷兰和日本 进入第二周之后 中国女排又战胜了加拿大和保加利亚 六连胜的中国女排一度排名榜首 然而之后的两场较量 中国女排判若两队 面对波兰和意大利 这两支实力比较强的球队时 中国女排均是输球的一方 上一场不敌波兰 中国女排全员不在状态 输得一点也不冤 但是与意大利之间的较量 大部分球员的发挥都不乏亮点 只是个别位置上的队员 拖了全队的后腿 目前的这支中国女排 在朱婷和张长宁缺席的情况下 李盈盈成为了球队的绝对核心 而且蔡斌指导去年上任之后 打造了一套固定的首发阵容 已经结束的八场比赛 中国女排有七场的首发完全一样 只是在对阵保加利亚时 由于龚翔宇在上一场遭遇伤病 由郑一新顶替她出场 其余位置则保持不变 固定的首发阵容 固定的轮次 所以中国女排完全是名牌 而且缺少轮换的中国女排 容错空间也比较小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 都会成为对方的突破口 从而影响到全队 与意大利的这场比赛 王云露就成为了中国女排的漏洞 数据不会说谎 此一王云露在进攻端 获得了17次出手机会 仅命中了5球 但是失误被篮次数却高达7次 也就是说王云露在场上的扣球成功率 是29.4% 进攻效率是负数 一支球队的主力边攻守 打出这样的数据 要想赢球确实很难 王云露这一侧无法下球 影响的不只是自己 也会提高李盈盈在网口突破的难度 因为对手可以将全部篮房精力 都放在李盈盈这一侧 在之前对阵波兰女排的比赛里 球队首发主攻王云露的表现 就已经比较低迷了 谁曾想在对阵意大利女排的比赛里 王云露还能够打得更差 中国女排对阵意大利女排 是打满了五局 而作为球队的首发 王云露也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场上 但是五局比赛打下来 王云露一共只得到了六分 全场比赛更是17扣仅5中 得分低不说 王云露在这一场比赛 还出现了7次失误 自己送出的分数 居然还比自己得到的分数多一分 也正是这样的表现 使得王云露在这场 与意大利女排的对决当中 个人效率来到了负12% 最重要的是从这一场比赛里 足可以看出 对手已经对王云露这一点 摸得透透的 首先来说 王云露只能够在4号位上进攻 而且每次的进攻选择 都是扣斜线 为数不多的扣直线 还是出界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手确实是很容易 去防起他的进攻 确实是缺少了太多的变化 这样的打法对阵弱对时 确实能够拿一些分数 可一旦碰上强队的话 对手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偶尔扣斜线能够得到几分 但是想要这一招去打死 对手真的是不太可能 另外在防守端 由于个人的防守比较薄弱 意大利女排反击和扣球 都是有意找王云露这一点 不论是他在前排篮网也好 还是在后排防守也好 人家都是去打这一个弱环 根据数据显示 全场比赛打下来 王云露一共有36次一传 这样证明了对手进攻 就是针对他而去 甚至在比赛里 王云露还多次出现了一传 直接送探头的情况 说实话 王云露在之前的女排联赛里 个人的表现就已经比较低迷了 他在北京女排打的 真的不能够用好来形容 可蔡斌依旧选择把王云露 给带到国家队当中 并且继续安排首发位置 这或许对于王云露来说 也是有点强人所难的意思 明明自己实力真的有限 却要承担这么重的任务 打不好也是必然的 照这样下去 王云露恐怕很难有机会 打明年的奥运会了 今年中国女排 有着多项国际比赛任务 其中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 是重中之重 而世界女排联赛 则更像是一个练兵的舞台 所以早一点发现问题 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王云露近期的表现 确实已经不再适合首发 蔡斌指导在这个位置上 或许可以让杜清清或者仲慧来主打 而且每一战比赛 各支球队都可以重新提交14人名单 在主攻位置上 蔡斌指导还有吴孟杰 王亦凡 段放可以选择 当然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 如果朱婷和张长宁 能够回归当然更好 目前没有任何人能取代朱婷 和张长宁在队中的作用 除了王云露不适合再继续首发 二传位置上的刁林宇 与意大利的这场比赛 也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不能否认刁林宇目前组织三号位的快攻得心应手 王云院和袁新月的下球率都非常高 但是与四号位之间的配合 刁林宇似乎并不擅长 中国女排近几年主打的就是四号位 无论是之前的朱婷和张长宁 还是现在的李盈盈 都是球队的重点进攻人 但是刁林宇并不擅长传四号位 而且刁林宇在提速之后 发挥不够稳定 状态起伏比较大 这是中国女排接下来比赛的一个隐患 随时都有可能暴露 请不吝点赞 订兼订阅